入秋之后天气转凉 流感疫情蠢蠢欲动 为了预防流感 公费流感疫苗也从10月份起开打 更新院医护团队 11号上午就来到安亨国校 为学生与教职员工评估身体状况 并且施打流感疫苗 预计将完成1900位师生教职员接种 国小部有1690 幼儿园大概有205位 教职员工的部分 总共107位 未满50岁的有46位 50岁到65岁有61位 秋冬是流感浩发季节 为了提前防范 新北市校园流感疫苗 接种作业已经陆续展开 由于每年都要施打一剂 因此学生们对于流程 已经相当熟悉 整体秩序十分良好 安坑国小学务主任吴锡元表示 流感疫苗可以提升全校师生 对于流感的保护力 因此施打率相当高 第一个不会重症 第二个也可以弃除掉 万一有感染的话 那比较不会去被传染到 吴锡元主任指出 近两三年来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 师生在学校都养成戴口罩 亲洗手的习惯 因此流感确诊比例 比往年降低许多 所以他也呼吁 全校师生除了施打疫苗 同时还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远离流感威胁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